被嚇到心臟要跳出來 騎車開車到一半 一名黑衣男小跑步 衝到路中央 又突然鋪倒在地 騎士差點點過 馬上急煞 繞過去 轎車一度不知道該不該往前 路人也傻眼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 當時的狀況有多危險呢 這名男子他一路從黃網線 爬到路邊的水溝蓋這邊 儘管說不是說太遠 但是當時傍晚的車流量非常多 而且又以大型車輛居多 因為這裡在台北市萬華華翠橋旁邊 又臨近果菜市場 傍晚快五點是再送貨尖峰時段 如果害人出車禍不得了 引起大批民眾圍觀 也實在不敢貿然上去協助 都幫他趕到緊張立刻報警 但員警抵達時 他把水溝蓋當床 還用手整著頭像睡著一樣 完全不知道自己引起不小騷動 救護人員一邊幫他包扎 員警問半天才終於查到身份 這名49歲的羅姓男子 從附近小吃店離開後 疑似懶得走斑馬線 想直接穿越馬路 也不管有沒有車要過 當自己家亂走 突然跌倒又不肯站起來 嚴重影響到別人安全 若出意外 他這莫名其妙的飛撲 換來的是一連串官司跟賠償 TVBS新聞無具情和關於無雅特派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道